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Melissa的頻道 今天其實想跟大家做一個reveal 就是這個Jojo Armani Power Fabric Longwear High Cover Foundation 它是有SPF25的 我的顏色是4.5 4.5對於我一個膚色偏黃的人來說 它是一個非常自然的膚色 其實之前我已經拍了一個first impression 但是因為我的相機那半的頂 它壞了 所以大家去看看 那是什麼事 因為那個鏡頭太有歷史了 所以它完全是有高清變低清的處理 那個這樣的情況 我怎樣告訴你 那個產品是不是一個好的產品呢 所以最後就決定 不如我再用幾天吧 拍一個review給大家看一看 為什麼我會去買這個foundation呢 因為我經常都看到一個廣告 然後就有一個化妝師經常都跟我說 如果有一個人跟你說你的肌膚很漂亮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粉底不行 因為它在賺你的肌膚很漂亮 而不是在賺你的肌膚很漂亮 哇 那你真的說到 哇 但是這層肌膚 很吸引 加上因為我的朋友呢 阿B呢 他拍了一個first impression的影片 那我會把他的link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click去看看 那我看完之後呢 我就有一點點 就是加上我就 然後就 就是被收到 我就跑去買了 那現在大家 就 看一看 去片 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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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素人的狀態 沒有被人扭了 我會選用分別的就是 Laure C的這款foundation primer 它是完全沒有顏色的 那另外一款呢 就是benefit的 The Professional Matte Rescue 那這個呢 其實我只會塗很少很少很少 在我鼻頭的位置 因為我會有一點點出油 怕一點點 好 那現在大家都看到我的皮膚狀況 那我的皮膚狀況呢 是有一點抖印的 屬於混合性偏乾 還有黑眼圈 呃 因為我鼻敏感 所以我長期這裡都是 心肺的 那樣的 好啦 我們現在 支出來給大家看 平時我的用量大概是 一泵左右 那你見到呢 它不算是一個很liquid的粉底 我泵了這麼久呢 它也不會說 流下來的 我今天會用的粉底素呢 就是我自己平時最喜歡用的 我記得它是Canable的 這隻粉底素 那它是很實正的一個粉底素 但是它就可以做到一個 嗯 很貼薄的效果 那我今天就用這個粉底素來示範給大家看 還有呢 我首先會塗一半邊面 我會塗這邊的 因為我這邊的 下絲都在這裡比較多一點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呢 它塗上去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 嗯 很 水的 塗上去之後呢 那個感覺呢 好像 很快 變成這個半乾的狀態 那我塗粉呢 通常都是由中間開始吹發 啦 慢慢這樣拉去旁邊 因為通常我們旁邊的皮膚都是 比較細緻一點 遮瑕度不需要那麼高 那個厚度也不需要很厚 我先塗 那通常鼻液的位置呢 我都會先用手推開 那大家都看到呢 我現在這本邊面呢 就是塗了粉底素 這本邊面就是什麼東西都沒有塗的 那 那 看到那個遮瑕度也算是很好 很高 而且它也不會說 那個妝感是很厚 而且 我現在是全部 遮瑕膏啊 眼底的遮瑕 所有東西我都沒有塗的 我只是塗了 模式的primer 然後 塗它的粉底 就已經有這個效果了 那我們 就塗上另外那個 B面 那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個呢 就是 我塗了整面 大概1.5噴的粉底 那 但是呢 就沒有完全 完全沒有做到任何重點遮瑕的 眼圈 各方面都沒有 那 大家都看到 它的遮瑕度是 高遮瑕的 一個粉底 那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就試一下 用它 來做 一個 面上的重點遮瑕 看看是否可以了 那 我會塗一點 在手上 然後呢 我會拿一枝掃 就是我面上的瑕疵 好了 那 那我們現在就 做完一個 用它 來做 面上面遮瑕的 用法 那其實呢 它 如果你說 我有些抖印 或者我可能有些斑 等等 如果你或者是拿它來遮瑕呢 就 其實它的遮瑕度 真的很高 但是呢 我就覺得 像 我現在面上 有些抖印 是那個 痘痘 它還是 復原的階段 有一點點脫皮 那我就不太建議 但是其實 我混合性天干的皮膚來說 我用了幾天 那它就 沒有一個 脫皮的狀況 那我現在遮瑕了眼圈 化妝 然後 我就再跟大家 review一下 這個 產品了 我已經化完一個全妝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粉底 我好想打我 我自己都好想打自己 我用了一個星期左右 那這個星期呢 我其實對於這個粉底 是 滿意的程度 是很滿意的 而令到我覺得最 repress的就是 我一般塗粉底的時候 我的臉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臉 比較 熱一點 就是我的妝 是會 氧化得很快 我不是一個出油 出得很厲害的人 但是我是 一個挺吃妝的人 那但是 我第一天用的時候 我出了街大約四個小時左右 那我沒有怎樣很近距離照鏡 那中間有段時間 我走進一間店 我抬頭看 我快鏡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倒影的自己是 那個底妝是完全沒有深色度 我平時是 很容易令到粉底變深色的人 這個它是完全沒有的 價錢來說呢 它五百多元 其實我又不覺得它算十分十分貴 因為我覺得 現在的東西真的很貴 你想想 有些粉底是真的 去到七百幾八百幾千幾 都有的 所以你說 如果 比起其他高級的品牌 這個產品 它算不算很貴 我覺得它不算很貴 至於 有沒有所說到的第二層肌膚呢 我自己的感覺 是不是第二層肌膚呢 這個很難去界定 它是一個 你會看到你有塗了粉底 的產品 可能 我的感覺是 如果你拿機的話 可能你會有一定的光澤 其實它的光澤感 不算十分十分重 它 沒有一個完全啞色的妝容 但是 它也不是一個水潤感覺的粉底 但是呢 又很有趣地 這個粉底塗了之後 會覺得 很厚粉 但是它又有高遮瑕 你又真的會覺得 你的皮膚 比平時 如果有同樣的妝感 或者同樣遮瑕的產品來說 你也確實覺得 你的皮膚是好了 而且 它的抗氧化程度做得很好 你可能要等到大概 兩三個小時之後 才會覺得 它跟你的皮膚真的融為一體 所以大家如果想有 一個第二層肌膚的效果 就建議大家 都可以用這個 我自己就覺得 它是一個 很好用很好用的粉底 我自己很喜歡 現在的時間是 約12點左右 那我就 看看今天盡量 會不會可以拍到一些VLOG 給大家看一下 它時間上面 那個容妝的程度 或者怎樣 我想很真實地 給大家看一個review 那現在大家看到這個 就是我今天 嗯 早上 約11點 來12點的時候 就用了 Amani的粉底 現在是約12個小時 我剛才回家 又不想睡了 我不知道我睡覺的時候 有沒有拋面 或者其他 但我剛才 又拋到這裡 有一個被蚊釘了 所以它會看到紅色的 但其實整天下來 這個粉底 它的持久度 是 真的 算是非常非常之厲害的 那其實經過我一整天之後 現在是屬於一個 完全融合了我皮膚的狀態 就是你會看到一點點 油光啊 亮的 那些印開始浮熱的 但是 對比起我完全沒有化妝的時候 它的coverage依然算是很好 依然也是有一個塗了粉 還有我今天 我一定要說 我前天 是沒有補過任何碎粉 沒有補過任何粉底的東西的 一次都沒有 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買的 最後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因為 我也蠻喜歡 最後的感覺 告訴大家 無所謂 有好東西 就開心分享啦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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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